大家好,欢迎来到魔力玩具学校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是机甲兽神爆裂飞车中雷鼠性的兽神轰天暴龙 它是抢洗系列的 但是这个轰天暴龙和我之前介绍的这个轰天暴龙 你们看,它们的外形是一样的 可是它们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 你们看一下,这边上面写了是电商特别版 对吧,然后这个什么都没有写 它只是一个可能是普通版吧,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买了一个电商特别版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手中这个 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普通版的轰天暴龙 也是比较漂亮的一款这个爆裂飞车 那么现在我要将我手中的这个电商版的打开看一下 这个电商版的颜色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呢,我觉得一定是很漂亮的 哇,这个电商版的这个轰天暴龙果然不一样 上面有类似于这个珠光的感觉 不拎不拎不拎的,挺漂亮 然后这边还有晶片 还有说明书 然后就盒子里边就什么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先把我们这个 打开看一下 贴纸在哪里 啊,贴纸在这里 看它也是一个觉醒晶片的贴纸 和我们普通版的轰天暴龙的贴纸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和普通版的轰天暴龙的这个贴纸的颜色也都是一样的 看到了吧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用手机玩游戏的时候需要的一个激活码 这个激活码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好的一点 就是如果我用它激活了以后 别人就不可以再重复利用这个激活码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机甲兽神 爆裂飞车轰天暴龙解放出来 哇,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它还没有贴贴纸 但是它的样子也很酷很霸气了 很漂亮 这个是我们先把它组合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贴贴纸的样子 而这个上面有这个珠光的感觉的话 也会显得更加的亮堂 而且下边是紫色部分也要比黑色部分显得更亮一些啊 不会很暗 嗯,不错不错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将它贴上我们的贴纸了 那这个电商特别版的轰天暴龙的贴纸 你们看一下 我也已经贴好了 怎么样,还是不错很漂亮吧 然后接下来我要把它的觉醒晶片的贴纸也要贴上咯 那你们看现在这个晶片我也贴好了 然后昏天暴龙电商特别版也贴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组合以后 让它爆裂变形看一看啊 组合呢 那这个相信小朋友们已经都已经不能再熟悉的熟悉了啊 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啊 我的话都不会说了啊 那么我们让轰天暴龙爆裂变形吧 轰天暴龙 暴裂变形 轰天暴龙 哎呦呦呦呦呦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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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颜色是bling bling的啊 我们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普通版的轰天暴龙 我们来对比一下 其实好像颜色呢都是黄色系列啊 只是呢它的上面呢会有一些珠光的感觉 然后下边呢它从黑色变成了这个紫色部分 和我们的这个雷鼠性的文章 今天的颜色呢是恰巧就吻合咯 对不对 都很漂亮都蛮漂亮的 是不是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呢 我都很喜欢啦 不错不错不错哦 以后呢我会让他们两个人进行一场对决比赛 看看他们两个人究竟谁会厉害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它的各种变形吧 那我们今天电商特别版的轰天暴龙 介绍的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订阅魔力玩具学校哟 然后我们下次见吧拜拜